大家好,我是电影名小雅 飞机上出现丧尸 人们用子弹炸弹疯狂打丧尸 飞机竟然始终安然无恙 还能平安迫降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欣赏一部 在飞机上打丧尸的电影 《死亡航班》 在一艘飞往巴黎的航班上 有三名空姐 扎着辫子的萨拉 金发的艾米粒 以及卷发的瓦莎 另外还有一名机长 和一个副机长 在这趟飞机上 还秘密押送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箱子 他们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非常重要 而且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守卫 守在箱子旁 机长从备注视像上得知 这个箱子的负责人 是坐在头等舱的本特博士 和塞班博士 以及卢克斯博士 他希望这次航班能够顺利进行 因为飞完这次之后 他就要退休了 此时在头等舱 卢克斯正在发火 原来在机舱箱子里的东西 竟然是他的妻子凯利 他的妻子本来因为癌症去世 但本特和塞班博士 却用研发的某种生化病毒 将凯利复活 卢克斯认为让自己死而复生的妻子 去执行非人道的任务实在太过奇怪 但在光头塞班的警告下 他只能隐忍下来 此时空姐萨拉正在派送食物 一个带着犯人的警察 引起了他的注意 似乎这个警察很符合他的胃口 艾米丽送了两杯咖啡到驾驶室 他看到正前方似乎是一片雷暴区 所以有些担心 老机长不愧是老司机 对于这种情况早已经司空见惯 并不慌张 在飞机上的乘客中 还有去巴黎旅游的AB两对情侣 他们虽然是朋友 但四个人的感情关系似乎有些复杂 另外机舱里还有一名叫福瑞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很多乘客都上前索要签名 福瑞有求必应 但他的妻子安娜却有些不满 因为他想要一个没人打扰的二人世界 很快飞机进入了雷暴区 整个飞机都剧烈晃动起来 虽然大家都有了准备 但机舱中的箱子却没有绑牢固 在剧烈的晃动中 箱子落下来砸中了守卫的脚 而卢克斯的妻子凯莉 也从箱子里苏醒过来 守卫看到凯莉心中大惊 举起冲锋枪就朝他射击 丝毫不怜香惜玉 直接把凯莉射了个透心凉 就在守卫放下枪换子弹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地上凯莉的尸体不见了 下一秒出现在他面罩上的 正是凯莉变成丧尸的模样 显然守卫已经被凯莉猎 但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飞机中的AB两对情侣开始抢戏 A的男友竟然和B的女友一起去了卫生间 并做起了少儿不移的游戏 飞机上的晃动越来越剧烈 机长只能被迫下降飞行高度 缓解震动 随后他让副机长去查看乘客的情况 并让其中一个博士去看一下货仓 塞班显然是博士中掌握话语权的人 他让本特和卢克斯下去检查 卢克斯虽然不情愿 但却没办法拒绝 两人和副机长来到仓库 起初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当他们看到打开的箱子后 马上吓呆了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但变成丧失的凯莉已经堵住了去路 卢克斯和妻子深情对望 随后就成为了凯莉的午餐 本特博士也没有幸免于难 他被感染的守卫扑倒在地 瞬间领了盒饭 犯人是一个事非常多的人 警察对他无可奈何 就在他准备带着犯人去卫生间的时候 飞机一阵晃动 竟然让他撞在机板上晕了过去 犯人一看机不可施 就偷走钥匙解开了手铐 等警察被叫醒后 发现犯人不见 只能起身去寻找 此时犯人已经躲到了空姐工作区的通风馆中 副机长眼看两个博士接连惨死 急忙跑回机长室 请求机长迅速降落 然而机长并没有在这里降落的权限 只能让副机长去找隐藏在乘客中的空警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空警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 去找塞班博士询问情况 但塞班却十分狡猾 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无奈之下 空警只能拉着警察一起去仓库中查看情况 顺便看看犯人有没有躲在下面 两人拿着手枪自以为万无一失 一人爬进了一个管道去查看情况 空警刚刚爬到一半 就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吓了一跳 好在他及时开枪赶走了丧尸 就在警察被丧尸扑倒的时候 空警赶来帮忙 但慌乱中射出的子弹 却穿透了机舱 将上面的空姐射杀 机舱内顿时大乱 另一名空姐准备向机长汇报情况 但凯莉已经杀出仓库 直接把空姐杀死 机长听到空姐惨叫 又让副机长出去查看情况 副机长看到空姐的尸体 赶紧关上了仓库门 但一旁的空姐尸体 却突然抱起 把副机长咬伤 另外一片 在卫生间处理卫生的A女 正背对着镜子清洗 突然间镜子里窜出一个丧尸 A女也挣扎死去 男友在外面听到惨叫 打开舱门后 却没有了女友的踪迹 必难附身查看 也被冲出的丧尸 拉入管道中 此时机舱内一片混乱 赛班也终于开始恐慌 甚至有乘客 直接被仓库中的丧尸 从机舱拉入仓库 整个飞机中 除了驾驶室 再也没有一片安全的地方 高尔夫球星福瑞 战斗力比较强 他掏出球杆 解决了一个丧尸 并捡到了一把手枪 空姐和警察也回到机舱中 拿着手枪不断击杀着丧尸 福瑞把妻子和赛班 都送入管道中 他们认为管道里 或许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一阵剧烈的晃动后 福瑞从管道 直接掉进了仓库 丧尸汇聚的地方 丧尸们看到 有主动送上门的食物 自然不会放过 三个博士全部阵亡 机长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他看到副机长在外面求救 于是将飞机设置自动架驶后 把副机长放了进来 然而还没等机长反应过来 副机长就变成丧尸 把机长也咬伤 福瑞很快和警察等人会合 空姐联系驾驶舱 却始终没有回应 此时他们已经明白 整个飞机上 或许就只有他们还活着了 现在他们必须赶到驾驶舱 否则等到燃料耗尽 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边 军方已经知道了 这艘航班的情况 他们认为飞机已经完全失控 因此决定直接摧毁这架飞机 警察在飞机上 制造了一个小型炸弹 他将炸弹丢进了仓库 丧尸汇聚的地方 大部分丧尸都被炸死 他趁机跑到守卫职守的地方 找到了守卫的冲锋枪 虽然过程十分凶险 但却有了火力的保障 一行人急忙向驾驶舱赶去 但由于丧尸太多 福瑞和妻子最终被堵在机舱门旁 福瑞知道自己再劫难逃 他看着化成丧尸的赛班 毫无犹豫地打开了舱门 巨大的压力 直接把他们甩出了飞机 赛班也直接飞进了涡轮中 双腿被全部绞碎 机长等人进入驾驶舱 一个老太太袭击了犯人 好在老太太没有牙齿 犯人才侥幸逃过一劫 他们把机长和副机长击杀 坐在了驾驶位上 但眼前的按钮一团乱麻 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后方的战机已经锁定了目标 由于一直收不到航班的回复 他直接发射了导弹 关键时刻 两人手忙脚乱地取消自动驾驶 侥幸地躲过了导弹的攻击 这时战机上的人才知道 航班上还有人生还 由于机舱门被打开 导弹也划破了飞机的机舱 整个飞机濒临坠毁 战机上的士兵看着一个个的丧尸 被甩出飞机 正感慨是撞款景象时 战机也被一个丧尸撞上 直接击毁人亡 犯人和警察暂时控制住了飞机 但穿过云层之后 却是一个高山耸立在眼前 犯人拼尽全力拉伸高度 浅之又显地避过了撞击的危险 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 这个残破不堪的飞机终于成功迫降 本次航班上只有警察 犯人 空姐沙拉和空警存活 其余人全部死亡 就在他们庆幸着准备去约会的时候 在他们离开的地方 无数的丧尸也爬出了飞机 似乎预示着更大的灾难即将来袭 虽然这部电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脑洞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对于喜欢恐怖片和丧尸片的同学来说 这部电影的确能够刺激人们的神经 不过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大家还是尽量避开未成年人 因为这种限制级的电影 非常容易让他们陷入恐慌 影响身心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别忘了关注点赞哦